华人传统婚礼是两个相爱的人神圣的结合 也是至今对子女送上诚挚祝福的时刻 就好像父母在送假的时候 会给女儿送上四点金 即一对耳环 一条项链 戒指与手环 让女儿风光入门 一声风衣子 俗时 富贵无忧 也祝福一对新人大喜之后 福气满满 能相濡以沫 白头偕老 这是世上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和祈愿 也是喜不尽事 背后的精髓 James以及Ruby 是一对准备携手共浦未来的恋人 他在一家马来媒体 从事市场行销工作 他在一家英文报章担任记者 两人因为工作认识 几年交往 认定了彼此 就是要厮守终生的人 你会认识我吗 你会认识我吗 传承的责任 在华人传统礼俗上 不敢懈怠 例如在过大礼的时候 James感念 未来岳父岳母 对Ruby的养育之恩 在Ruby家中进行的上童仪式 其实就是所谓的成人礼 抑郁两人踏入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迎娶当天 Ruby的姐妹团设下了重重挑战 James和兄弟团闯关之后 才能抱得美人归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当天的奉茶仪式则象征着 Ruby以妻子、媳妇的身份 James以丈夫、女婿的身份展开全新人生 父母也往往会在这个时刻为一对新人送上祝福 这些仪式以及步骤背后的意义重大 象征着对一对新人的种种祝福 富贵、康宁、长寿、喜乐 当然不忘子孙满堂 一代又一代形式可能改变 但背后的意义却根深蒂固 传承的是我们共同真知重知的价值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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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梓